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似乎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就连各种选秀节目 也都能够看到他的出现 对于很多艺人来说 在走红之后 事业一般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更是各种资源不断 如今就连龚俊也是如此 据悉龚俊最近又在拍摄一部新的作品了 看到这个消息 这也确实是挺令人期待的 不得不说龚俊如今的事业发展还真是好到浅飞 不过以龚俊现在的人气和热度 各种资源找上门来 这也是能够理解的 优秀的人 总会容易吸引大家的关注 而龚俊最近在拍摄新戏的时候 竟然还被网友给偶遇到 甚至网上还曝光了一组 偶遇龚俊的路透照片 在照片曝光之后 也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网友坐地铁偶遇龚俊最近有网友爆料 在乘坐地铁的时候 竟然在地铁上偶遇龚俊 据悉当时的龚俊正在地铁站里面取景 在网友偶遇到了之后 甚至还曝光了一组龚俊的路透生图 看来龚俊现在不光是人气热度非常不错 就连资源也还是挺好的 这么快就又要拍摄新的作品了 还真是挺令人期待的 不知道这次龚俊拍摄的新作品 在戏里面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光是通过网上曝光出来的照片 更是对龚俊多了一份期待 通过网上曝光的路透看到 在路透中的龚俊这状态看着非常的不错 而且站在人群中 这身形十分高挑 看着依旧是非常的帅气 本身龚俊的颜值还是挺高的 而且五官也十分精致 看到在路透中的龚俊和平日里在网上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两样 路人镜头下的龚俊状态超好 尤其是在路人镜头下的龚俊 这状态也依旧是非常的不错 照片中的龚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西装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高大帅气 不得不说的是 在路人镜头下的龚俊 这颜值也实在是太精致了吧 在看到龚俊的侧颜的时候 简直是让不少迷美都要沦陷了 看来明星就是不太一样啊 即便是站在人群中 却也是相当的亮眼 就像龚俊一样 还真是难让人不注意到他 看着照片中的龚俊 这状态非常好 颜值也都非常抗打 能够扛得住路人镜头的颜值 确实是挺不错的 这样的龚俊真的是爱了爱了 在龚俊这组路透曝光之后 很多网友都表示 就算是在生图中的龚俊 依旧是那么的帅气 没有了百万修图师修图之后 龚俊的颜值还是很不错的 龚俊生图中的颜值宛如自带美颜滤镜 看着路透生图中的龚俊 仿佛就像是自带美颜滤镜一番 这颜值也实在是太抗打了吧 而且看起来龚俊的皮肤状态也都非常好 看来明星果真是不太一样啊 虽然说之前网上也有曝光过龚俊的路透生图 但是看到他这一次的生图之后 却再一次被他给惊验到 这颜值也实在是太绝了吧 看着生图中的龚俊 简直是360度无死角 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拍摄 都让人觉得还是那么的好看 在看到这组生图路透之后 有不少网友都已经是夸赞不已 可见龚俊颜值是有多高 就是不知道龚俊的这部作品什么时候 才能够跟观众见面呢 这还是挺令人期待的 相信以龚俊的人气热度 在这部作品播出的时候 又将会吸引一大批观众的关注吧 好了 本篇文章内容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龚俊的生图状态怎么样呢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